大家好,我们家最近想更新一下庭院自动浇水系统的控制器 现在来拆箱,里面除了有说明书以外,还有什么呢? 请老公介绍一下 还有一个呢,是12345,就是刘宫牙标线用的,就是单面胶 还有一个呢,是模板,就是它装钉子,三个钉孔 正好贴墙上一个模板,然后这是它的设备 可以看了,白白的,显得挺现代化的 那打开这里面的话呢,一个呢,是它的线 就是24V的电源,这一个是装墙上用的这个钉子 还有一个呢,小起子 这么几样东西 那开箱了以后,就要把旧的先拆了,再装新的,对吧? 它这个也很简单 因为它电源就24V的,它不是接110V的 所以呢,只要把这个拔掉,就没电了 这个呢,就应该是没电了 不行打开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它因为现在不是有电池嘛,所以看起来还是有的 但实际上它已经没电了 就是要是把电池去掉了,就应该没电了 那我现在先把这个线要拆了 那么为了防止呢,这个记不住哪根线哪根线 那么在这拆这些线之前呢,就把这个线先标记一下 那我就先拆一个C出来 拆一个C出来 这根线应该是C 那就把它弄个C 然后这根线呢,是个4,4号线 那就弄个Label,4出来 就是,浇水它不是分成1234,4个不同的区吗 那么每根线控制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那上面这个是3 为什么要把这些线做上机后还要用得着吗 那当然,因为它这个每个喷水的区都是一根线来控制的 那这根线就是控制二区的 那防止呢,到时候接错 那就是把它标记一下 它这个公司提供了这个标记的标签 也挺方便的,翻出来 以后就留在上面了,就不一定卸下来了 这标签可以留在上面 代表哪个区域,浇水的区域是吧 对,现在等于4个区嘛 12344,4个区 然后呢,这是一个公共线 C,它们的公共线 那这样就清楚了 这个是控制器所用的 这边是个电源线 那么电源线的话呢 它新的电源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老的这个电源 可以看吧,这是老电源 新的电源,这个老的就用不上了 开始拆了哈 这个就不用拔总电源 因为下面把这个电拔掉了以后 它就整个控制器就没电了 比较安全 对,它本身也是低电压的 24伏的低电压的 即时出电也没关系 即时出电也没电不死的 那也积一下 积不了吧 24伏太低了 那现在呢,线就拆下来了 当然是最后要从这个桶里面 因为它这个桩呢 你看还有五根线 所以它适合呢 将来它再多加几个 对,就是浇水的线 现在反正我们只有四根 只用四根 你要抢地方大 越南大再多加几根 对,然后墙上呢 再把它卸了 墙上就卸了 那我先卸这个 这个 它这是弄到墙上来 也卸下来 不然整个框架拿不下来 这跟墙连的就三个钉子 刚刚墙上来 是啊,它控制器没有多重 都是塑料的 所以它也就是三个多 新的控制器也是三 卸下来了 卸下来了 新的是附了一个模板 它有个面罩 就是面罩拿下来 它内部情况就这样了 那么 装了哪根线 装了哪?C,装C 然后呢,1234 再一装 就好了 再看清楚一些 这个面板 还有下面的接线的部分 先量一量 看看装哪合适 这是水平线 水平线 要几个角,三个 三个 钉子 现在先装第一个 第一个钉子 浮不浮 不浮 不浮就给它弄下去了 先不要拧紧 错一点 打不进去 所以呢,先是把三个钉子 找到位置 然后再把它拧死 下面呢 就是把这个 线 给它 一个个按照这个 连线的地方 给它装上去就好了 方便来说 它是123 1在最最远处 按照顺鞋 下面有个洞 下面有个洞 应该是 先把它拧松 然后呢 再把它拧死 拔不出来了 然后再装二号 哦 电源很简单 就是 插上去就行了 没有进线 这样弄 然后这边再 插到 电瓶上面 这个就有电了 这就有电了 你刚才那几条线 顺利的装上去 几个四个 四根线装上去 四根线就是管四个区域 浇水的系统 对吧 然后上面是控制板 再把电线整理一下 这个盖子 它这是个盖子 就装好了这个 这就算装好了 控制板装好了 那硬件装好以后 是什么远程控制它呢 是这样的 就是在手机上面 下载一个 他公司的 一个APP 阿玛拉的 这是公司名字 这是公司名字 你比如我先下载了这个 公司的这个 APP 那我这苹果手机 那当然到苹果的这个店里面去下载 下载完了以后呢 就先要登记你这个 这个先设定一个账号 账号 账号以后 那么可以呢 加这个密码 然后 完了以后呢 要把你这个 控制器和你家的这个 WiFi 连在一起 要不然呢 它给你手机没办法连 这个控制器跟你家的WiFi连上 手机也是跟WiFi连上 那么相互之间就连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呢 就说你可以呢 然后你可以一步步去 来设定 那么这个全是在手机上面 那么我们现在呢 只是设定一个 这个先试一下 看能不能用 你上面有一个叫 Quick Run Schedule 最上面 可以看啊 我点下这个Quick Run 就说你Quick Run呢 那你比如 我在这个 这个上面有个Zone的1 那我就开一下 开了以后 它就显示 它这个弄一开始要 喷水了 已经听见喷水的声音了 出去看看 喷水的效果很好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再见 这边 这个 是 这边 我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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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